巴伐利亚手工菜 大口吃肉最痛快 这间专卖德国南部巴伐利亚菜的小店 装潢以当地周期上的蓝白色系为主 卖的是老板Steven 亲手做的家乡味 猪脚和香肠口味都很道地 吸引了许多德国客人 需预约的烤猪脚很费工 得先在猪脚表面 涂上胡椒、盐、小茴香、烟入味 烤的时候还要反复淋上小麦啤酒 它还在汁中和汁中 你能听到肌肉的肌肉 当我切成的肌肉 这是一种传统的 这是一种主要的东西 在巴伐利亚 猪脚份量很大 足够两个人享用 德国客人也赞不绝口 像我说 北德人 那北德人没什么好吃的东西 因为外面是克里斯皮 我很喜欢吃 这里也有道地的德国香肠 每份重达300克的香肠圈圈 是巴伐利亚传统的豪迈吃法 也是主厨每日现做的 猪腿肉搅碎 加上小茴香 牛西草打成内馅 灌入羊肠里 就是白白胖胖的巴伐利亚白肠 肠衣带点脆脆的口感 内馅棉细滑嫩 搭配自制的酸菜 正好可以解腻 香肠肉馅 如果放在吐司烤模烤熟 就是传统的肉排 吃起来有点像是罐头餐肉 但是口感更为滑顺 还带点肉汁 只是味道偏咸 适合搭配薯泥一起吃 这里也有巴伐利亚传统沙拉 高丽菜丝加白酒醋 橄榄油 小茴香拌匀 浓郁的酸味中 散发出新香料独特的气味 吃太多肉食 来一份刚刚好 这里也有德国啤酒 想体验德国人好迈吃肉 大口喝酒 可以来试试 动新闻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无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